大家好,我是雪梨 今天咱们来看由细细维亚所写的《诊上书翻外》 三生三世两重生 第三章 她使唤灵胎于碧海苍林 碧石那里并不太平 没有漫山遍野的柏林花海 也没有林泉滋养万无生息 她茫然地望着这天地 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自己干往何处去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 年幼时她便以甘露野果为食 与野兽独虫抗衡 白日警惕自保 夜晚也不得安稳 她独来独往 为了一线生机苦苦挣扎万年 她虽不思默于那般出身高贵 却终究靠着自己 练就了一身连父神都赞叹不已的本事 后来她自称东华 因为那里为东荒一方华则 她便简单娶了其中二子 再后来她遇见了知赫的父母 与她施贩之恩 并将她养育成人 然而她因天生营霸 知赫父母视之为不祥之兆 并未在情感上加以照抚 成年后 东华便离开了碧海苍林 四处游历敞 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于是自那时起 她的名号才在四海八荒 渐渐敞开 东华从未历过飞升天节 因她并非神族 但她的身手和法力 却远比那些正儿八经 十层高人万年的神仙 要强大得多 前来找她切磋打架的神仙妖怪 不计其数 可终究也没有一个能全身而退的 最后她不耐烦地躲入了南荒 彼时那里是魔族的领地 在张伟山 她遇到了少婉 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 竟也是打架打出来的 魔族之人不似神族 喜欢打裙架 不用挨个地去收拾 东华觉得倒也还算省事 于是她便干脆在南荒住了下来 并在一处竹楼里 给自己搭建了个小屋栖身 天下的女子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便是对英雄的崇拜 尤其还是长相英俊 且身手不凡的英雄 魔族女子相较神族女子来说 要豪放得多 也不知是从何时起 每晚都有魔女自见诊席 东华仍烦了 索性连结界都懒得涉 幸得她一向睡不沉 即便睡到半夜迷迷糊糊时 也总能在第一时间 将还未来得及 爬上她长探的魔女 利落地扔出去 这样的日子 也过了好几千年 直到父神亲离 邀他上九重天 上完笃定 以东华的性子 贴定会直截了当地拒绝 可事实是 他竟毫不犹豫地便跟了去 好好的青年才俊 竟被魔族女人逼到如此地步 也是让上网唏嘘 他们魔族的女人 简直太出息了 九重天上的神仙 都有自己的名讳封号 可东华并非什么上仙上神 自然是没有的 父神为此头疼了一番 不过东华自己倒没太在意 随便给个封号便是 敢如此同父神说话的 这次海拔荒除了沁江之外 怕也只有东华了 不律父神便昭告天下 此封号少阳君 至此结束了他 一神一魔的尴尬身份 将他彻底纳为神族 因东华灌着紫衣 且府邸阳宫 种满了紫色的佛林花 故他总以东华子府 少阳君自居 来了这九重天 虽终于甩掉了那些难缠的魔女 但东华还是有些烦躁 只因来寻他切磋的神仙太多 且还都是一个一个来的 着实让了他的亲近 东华向来不喜热闹 他自有一个人过惯了 九重天上的宴会 他从来不复 就算是父神也请不动他 时间久了 不免招人非议 彼时父神已有意栽培他 乘着天地之位 但徒有身手和头脑并不够 东华要学的还很多 之后不久 他便被父神送去了水沼泽神宫 后来哲言和尚吻这两只凤凰 也相继来了水沼泽 他们这群给后世留下 无尽传说的上古孙神 算是到齐了 在那里 东华终于过了几万年的好日子 游记得他出道之时 神宫内长五倍学的师父 便对他颇有微词 想来无分是他一个 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神心 居然能伸得父神器重 让得兴气不太深的缘故 师父说 以为师之见 少阳君在我这五倍斋 你学不到什么吧 东华倒也坦诚 你也太抬举自己了 后来听说他们打了一架 再后来这位师父就辞官隐居 再未现世 引荐着这五倍斋 一夜之间没了师父 父神也是着急 少阳君在水沼泽 竟也没人敢接这五倍斋的烫手山羽 歇息想来也不为怪 毕竟强如父神 也还是经常打不过他的 也罢 这五倍学 东华不休也无妨 父神本想让他另择个一两门学术 情心钻研 可未料除了那五倍学 其余的他一概来者不拒 起初的几年 东华倒是也认真 因他局势心险 后来他便也疲了 学堂师父讲学时 他支支头养瞌睡 同窗为晦涩难懂的博物论和佛理学头疼时 他书该在脸上打瞌睡 当大家埋头答题的时候 他已经交了卷 自己找了出舒服的树叉 悠闲地晒着太阳睡着了 曾有不少神仙暗自揣测 这个少阳君 是否因着与父神的交情 买通了各科师傅 这才能次次考第一 亦有怀疑各科师傅 成父神面子 在跃卷时有意放水 因他平日里看上去 的确不像莫冤那般勤学 竟也能有如此霸道的成绩 实在令人尾夷所思 各种臆测从未停歇 直到有一日 佛陀来着水沼泽讲学 那日之事轰动了整个神功 也传遍了九竹天 因课堂之上 东华子府少阳君 竟完全不给佛陀尊者颜面 当众与他理论佛理 并不宽敞的佛学宴 很快便挤满了人 还有许多站不到位的 只能挤在门外窗口看热闹 里面步伐傍着想看 少阳君出丑心态来的神仙 此事动静太大 最后连副神都被惊动 从九重天 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 本想来打个圆场的副神 刚刚跨入佛学院的院子 便赶上了佛陀任败的那一幕 佛陀居然败了 赢他的却是一个 在私底下 连众神都公认为 仙根不正的半路神仙 这对于那些 自认为仙根成正 清高自傲的 离神们的自尊心 可想而知 是个多具毁灭性的打击 一个不是神仙的神仙 竟能在佛法上 有如此造诣 佛陀感到深感欣慰 特许他随意出入 西天凡境 唱月塔内佛经 这等殊荣 连副神都未曾得到过 在那以后 德华便更常出现在凡境 他在竖法上的造诣 便也一记绝成而去 只叫一众神仙 望尘莫及 那样潇洒的日子 一过便是近八万年 直到一族 扰了平淡无极的岁月 这天下一乱便乱了两万余年 神族派兵四处平定 当年水沼泽里的那些贤士 皆领兵出征 副神笛子莫冤 战功赫赫 向战神之美玉 东华子府少阳军 杀伐绝弹 威震四海 八荒神将相继归于他会下 只探副神终是分身伐术 以语化就是 堪堪平了战乱 战后 东华顺应天意 成天地共主之位 却也没来得及过上几年太平的日子 回忆过往 东华不禁叹息 他从未想过要执掌着岗位 可天命却将这一切变得顺理成章 必是东华并未多想 而今他却感叹造化弄人 这苍生是天命强加于他的 而今他想要的 却不过是云云众生中 那条小狐狸罢了 即便是如此卑微的心愿 他还是无法轻易了却 还有十五万年 凤九才会降世 待到相逢 则已是十八万年后 打仗的时候 日子倒也是好打发 可待到天下太平后的十来万年 可要如何才能熬得过去 在这静命夜色下 无所畏惧的东华帝君 竟也横生出了些惬意来 今夜 看来是要无眠了 东华起身 披上了紫色的外袍 独自朝后山走去 几日前 他将狐狸送回了林子 那小狐狸与他相处了几日 伺有了依赖 那日许时知道了要被放归 他两只爪子 紧紧扒着他的衣袖不肯放 一华无奈 只得引起了身形才得以离开 归世神拆斑的 此时紫衣尊神又回到了 当日放下的狐狸的地方 更是路重 林子里漆黑一片 东华台也望了四周 不见那红得似火的身影 该是离开了吧 东华心道 转身往回走时 心里却莫名地料落 想着心事 脚下便也没有留神 一声淒厉的奶鹰 踹入东华的耳朵 借着斑驳的月影 他低头一瞧 脚下踩着的 不正是那头狐狸吗 他眉头微脸 俯身将狐狸抱在怀中 查看伤势 没伤着骨头 也没落下内伤 东华松了口气 正欲将它放下 那狐狸却顾忌重施 比前几日抓得更紧 还阴阴地毫了起来 东华本欲再次隐身 却突然觉察 他此刻 曾兮兮得十分狼狈 身形也不似 从前那般圆润 此时哭得抽抽搭搭的 实在也是可怜 东华心一软 捏了个绝法 抱着他便直接回了营帐 帐内烛火燃起 紫衣尊神幻幻一盆 冒着热气的清水 他就着帕子 将那狐狸仔仔细细地 洗了一遍 又将它擦了个肝 湿乳的红毛 渐渐蓬松起来 小小的身子 蹲坐在桌上 毛茸茸的肠尾 围到身前 尾肩轻轻摇着 刘元的大眼睛 无害地望着东华 似在讨好 摸了摸他头顶的绒毛 东华拿过一盆葡萄 放在他面前 只见那头狐狸 都有心耐不住地抬了起来 半晌他也没有下口 反而望着东华 吃吧 叠到许可后 他爪子便迫不及待地 扒上盆边 将整张小脸 埋进了葡萄堆 东华看他那副 狼吞虎咽的模样 嘴角不禁勾了一抹笑意 突然又想到 是不是这几天 他都没能吃上饱饭 这个想法 让他心里揪了一下 没过多久 只见那身形一顿 小脸便突然痒了起来 一只前爪 不停地挠着脖子 他张着嘴 难受得眼泪直流 东华倒也不急 慢悠悠地试了个仙法 便将卡在他喉咙里的葡萄 取了出来 看他喘着粗气 一脸沮丧的模样 东华只觉好笑 抱起他 口中念有词地 便往床踏走去 你这狐狸也是贪心 看你下次还捡不捡大的吃 他将它放在床尾 那狐狸倒也不认生 自顾自地寻了个角落 便缩成了一团 或许 两头狐狸也不错 东华在坠入梦境之前 这样想着 那一夜 她的酒儿动入她的梦中 那是在她的老家碧海苍林 满山遍野的柏林花海中 她一袭红衣翩翩起舞 左腕上的铃铛 清脆地吟唱着 她远远眠望着她 仿佛就这样过了一个洪荒 梦醒时分 眉间素着情伤 她唤出铜铃紧紧握在掌心 锁在床角的小狐狸 不知何时已挨到了她的身边 她出神地望着那串铃铛 探出小爪子想要去触碰 东华恍然回神 顺势便收了铜铃 许是眼中的露膜 让她心生不忍 于是便又换出另外一串铜铃 挂在她的颈尖 那狐狸抬起爪子蹭了蹭 惹出了一阵清脆 她又好奇地碰了碰 便活蹦乱跳地 开始在她的踏上翻滚玩刷起来 不知那日 凤九从土地那里 骗走她的铃铛时 是否也是这样开心的把玩 你可还记得 当年九儿为你挡下这一剑 我曾说过什么吗 九儿为陛下挡这一剑 不求任何赏赐 只希望陛下能记住九儿 生生世世记在心里 记得 在凡间里坚破屋子 凤九曾拿着她哭红了双眼 问她记不记得 东华垂目 她怎会不记得 她曾取诺过 生生世世不负她 却连回过头看她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只怕那一眼 便再也无法压制住 想要将她融入怀中的冲动 彼时 她害怕天秘为难她 更怕自己无法护她周全 可东华从不曾想到 到头来伤她的 却是自己亲口说出的那字字凉薄 句句绝情 天边已泛起金光 紫衣尊神起身 披上外袍掀起了丈帘 出尘的寒风 令她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她东华子府少阳君 何惧天命 也启荣天命百步 这一章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